新年新传承 Sumiui, Always to be 娱乐即先锋,娱乐消息八面通 欢迎收看冷热三甜想吃就吃 冷酸林冠王播出的娱乐即先锋 大家好,我是燕伟 今天是大年初期 初期又叫人日及人的生日 究竟这是个什么说法呢 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 根据战书记载 由初一开始 上天创造万物的顺序是 一鸡二狗,三猪四羊 五牛六麻,七人八骨 所以初期就是人日 人日要尊敬每一个人 所有的人都要和和气气 就连家长大人们 也不能在这一天教训孩子 言归正传 今天节目一开始 咱们就来聊一聊 湖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湖南是中国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的 重要发祥地之一 悠久的历史 多元的民族文化 独特的自然资源 给湖南留下了丰厚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 目前湖南省有非物质文化遗产 十一大类三百二十多项 而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是 湖南李林的文化瑰宝 到底是什么呢 听听李林市民是怎么说的 你们是李林人吗 是的 绝对李林比较出名 李林人的名字是什么 姜板牙 李林炒粉 吃的吗 不说吃的 对 陶瓷 陶瓷吧 陶瓷 雏酒冰包 瓷漆 陶瓷啊 觉得瓷漆好在哪儿 很美观 银头很薄 工艺特别好 不行铅的 老主席都是用李林出代 你自己平时会用到瓷漆吗 家里有东西吗 必须有啊 国家里有个画笔 网啊 家用的网啊 一些城市 他们外地人一来都会买其他回去 有这么漂亮的瓷器 感觉怎么样 很骄傲 作为李林人 我感到很自豪 听完李林人的描述 相信你们一定猜到了今天的主角 没错 就是享誉国际的 李林右下五彩词 是的 李林除了美食名声在外 说到艺术瑰宝 那就是有着国词美誉的 李林右下五彩词 人人皆知 瓷器呢 是中华民族最伟大的发明之一 也是世界最早认识中国的窗口 李林右下五彩词 始于东汉 至今呢 已经有1700多年的历史了 期间啊 经历了几次兴衰和变迁 最终成就出了 集胎制 右色 公义 形体 采式与一体的国词 为了深入了解 李林右下五彩词的历史 先锋记者首先来到了 于去年落成的 李林陶瓷博物馆 在这里 关于李林右下五彩词的资料 十分全面 自称讲解员黄亚热情的 接待了我们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李林人 黄亚对右下五彩词的 故事和历史 如数加珍 对右下五彩词 烧之公义的指定传承人 是总共只有两位 那就是邓文科和陈阳龙 陈阳龙 但是呢 那时就已经去世了 那现在国家级的 大概有多少 国家级的话 我们在三楼的话 展示的是15位 在去年的话 也晋升了一部分 现在大概有30位了 素有词诚之称的李林位于湘东 是湖南省的一个大县镇 交通便利 水路相连 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 让这里盛产制词的原料 高领土 李林作为我国五大陶瓷 出口地之一 是在隋唐五代时期的 长沙窑基础上 发展而来的 尽管当时的技术落后 但劳动人民 已经通过一些 古老的办法 开始制词 在瑶市的两侧呢 有许多的小门 它呢是利于工人 在烧制瓷械时候呢 可以取物天心 那旁边呢 有许多的工人 当时呢 就是要靠这些工人 通过他们的经验 来确定这种高温 发展到光绪年间的最盛时期 李林有瓷场480多家 形成了以东乡为山 为中心的李林瓷区 然而当时这些瓷场 均只能烧造粗瓷 1905年 时任民国国务院总理的 雄西林回到湖南 创办了湖南官吏词业学堂 通过培养技术人才 引进先进的设备 让李林瓷实现了 从粗瓷到细瓷的 历史性转变 并创造出了 右下五彩词 这一件呢 就是在1915年 在美国旧金山 举行的巴拿马 太平洋万国国朗会上 获得金奖的这个作品 由于这个品词 当时获得了金奖 李林右下五彩词呢 才走上了国际 登上了世界舞台 李林右下五彩词风行一时 便很快陷入了落寞 到1930年前后 随着湖南词业公司 和一些商办词场的 相继倒闭 右下五彩词 也基本停止生产 在那些岁月里 手艺人们老若转于沟壑 壮者散至四方 记忆濒临失传 而新中国的成立 为李林右下五彩词的发展 迎来了新的曙光 1958年 李林首次为毛主席 制作了生活用词茶杯 主席亲自将茶杯 定名为胜利杯 这一套四季花碗词呢 是毛主席 最后一次回湖南的时候 李林人民送给他的 82岁的生日寿礼 它呢是分别采用 月季 芙蓉 菊花 梅花 来分别代表 春夏秋冬四季 内外币都有文士 体现毛主席 一个尊贵的身份 当时呢 是由李林群地资产 以一个一块 四毛钱的成本价 进行生产的 现在在香港拍卖会上 这一套 1974年的软板 已经拍卖到了 八百万的高价 因为得到了毛主席的青睐 李林右下五彩词 有了一个新的称号 毛词 渐渐地 李林词登上了 国际的舞台 不仅成了 人民大会堂的专用词 也成了国家高级礼品词 赠予他国 如今的李林 有右下采陶瓷企业 150多家 去年政府更是出资 新建了李林词古 在词古 既可以去到博物馆 了解李林词的历史 也可以去到陶瓷教室 自己动手做 国家的扶持和瓷器本身的独特性 让李林右下五彩词 以全新的寿命力 开始了蓬勃发展 相关记者李林采访报道 2009年 在国家文化部公布的 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单中 李林右下五彩词赫然在列 而陶瓷艺术的大师邓文科 也被国家文化部授予了五彩词 烧至记忆传承人的身号 如今邓老已经88岁高龄了 身体爆样 但还是委派了得意门生 徐曼斌 与先锋记者 聊聊现代李林词的功绩和传承 眼前这个专心和同事交流着彩绘细节的 正是我们要找的人 国家高级工艺美术师徐曼斌 也是湖南李林右下五彩词研究所的所长 1977年出生的他 从事陶瓷艺术已经有23年的时间 擅长于五彩词身做山水画和金石装饰 我们的到来并没有打扰到他的工作 在彩绘间巡视一番后 徐老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 攀谈间只要聊到词气 徐曼斌便有说不完的话 他告诉我们自己是科班出生 最初学的专业便是陶瓷美术 或许是因为家庭的关系 徐曼斌从小就有一颗种子在心里萌芽 要做和中国传统文化有关的工作 毕业后徐曼斌来到了李林某陶瓷制作企业实习 在那里他第一次接触到了李林右下五彩词 也就是这次接触让他确定了自己人生的目标和方向 自2010年来徐曼斌通过自己扎实的专业基础和过人的彩绘天赋 获得了国内大大小小国家级省级的比赛奖项 部分作品甚至被国家级的博物馆收藏展出 和别人不同的是 徐曼斌对于创作李林右下五彩词从来没有过倦怠之情 他笑着说自己几乎成了一个瓷宝 如今的徐曼斌既是李林右下五彩词国词研究所的所长 也是湖南工业大学陶瓷技术学校的老师 除了要处理研究所大大小小的事物 还要教学生彩绘 自己创作的时间便只能挪到深夜 但徐曼斌一点也不觉得疲惫 说的最多的就是要在李林五彩词创作的这条道路上一直走下去 前方记者李林采访报道 其中徐老师所带领的湖南李林右下五彩词国词研究中心 是如今李林唯一的一家公有企业 它的前身就是之前我们提到的民国时期 湖南官吏词业学堂 话不多说赶紧跟着咱们先锋记者的镜头 去到国词研究所的右下五彩词生产车间 在这里先锋记者不仅了解了旧时李林词的制作 更一睹了国词诞生的全过程 在徐曼斌的带领下 我们来到了国词研究所的右下五彩词生产车间 尽管是休息日 依旧有部分工人在进行着紧张的作业 整个车间将近2000平方米 从练泥成型到精修彩绘 每一道工序的制作流程都一目了然地呈现在你眼前 徐曼斌告诉我们 如果每一道小工序都要算上 一件右下五彩词的完整制作过程 需要经过105道工序 至少耗时一周才能完成一件作品 但开始规模化的量产之后 拉皮造型的这道工序便省了 只需要按照设计好的模具进行量产 如今五彩词的原料早已升级 使用的是经过创新和研发的配方泥 这些配方泥的主要成分依旧是高龄土 但相比高龄土有了更好的品质 将配方泥加水搅拌 化成泥浆后注入提前准备好的模具里 待浆料停留一个小时左右 即可将晾干的粗坯放入烘房进行烘烤 温度大概有300多多 300多多 对 如果300多多的话 大概就是三四个小时就OK了 尽管工序繁杂且颇有门道 但徐曼宾告诉我们 在右下五彩词的制作过程中 精坯和彩绘才是重中之重 从烘房出来的粗坯 会直接交到有着二三十年 修坯经验的老手艺人手中 如何将有瑕疵的粗坯修成精坯 靠得全是一把三角刀 和一双巧夺天工的手 用木板抵住三角刀 以此来保持稳定 转坤飞速转动的同时 要顺着粗坯的形状 将多余的磁泥剔除 唐师傅正在精修的是一件 没品的粗坯 他告诉我们 一件五彩词要成品 首先就是要打好坯子的基础 而精坯就是其中最重要的环节 主要是看你的手跟脚配合好 你看那个线条 主要修配的时候 主要是看那个线条 线条要流程就可以了 精坯完成后 均匀淋上一层用水精苗速烧 800度的低温烧至4个小时 冷却后即可彩绘 其实零零右下五彩词的装饰 从来没有限定 花鸟 山水 草虫等 都是创作的主题 千万不要以为 李林右下五彩词的彩绘 是机器硬的 这可是纯手工一笔一笔画上去的 所以每一件作品 只有劈体是完全相同 彩绘的花纹多少都有些出入 普通的茶叶烧成那种水 我们把它加在那个颜料里面 加那种茶水 它跟那个颜料相结合之后 它就有一种粘性 这个颜料就不会跟那个茶水分开 李林右下五彩词的装饰手法多种多样 但最广泛最突出的是双钩分水法 线条又分墨线和色线两种 色线根据预设的颜色 烧成后呈现鲜艳的色调 墨线则在一定温度下消失 呈现空白线条 这也是李林右下五彩词 独有的一种艺术效果 其实我这个笔是跟着那个水走 就是我拖着那个水走 像这里我想深一点 我就带一点水 这边就深一点了 裁汇完成后 喷上一层钮便可放入窑房烧制 1380度的高温 让颜料中的千毒等有害物质 和钮互相联合 这样不仅对身体无害 钮层的保护作用 还能抵抗自然酸碱的侵蚀 起到耐磨的保护效果 经过12个小时的高温烧制 手艺人们赶制的一批胜利杯 也一并出炉了 这个池制的感觉 对很通透 那么有比较强的油脂感 如果说有很有余的标准 这种池器 那么一定是好吃 从最初只有黑红绿蓝褐 五种颜色 到如今能够烧制出 150多种颜色 从最初的陈列词 发展为及实用 和美观于一体的日用词 李林右下五彩词 以其无独的特性 经营润泽的气身 和多种多样的彩绘 真正做到了 其诗书画印 四位于一体的艺术境界 相当记者李林采访报道 不论是民国时期 还是现在 李林右下五彩词 一直是生产和传承两不物 既有成规模的磁场 也有专门学手艺的学堂 如今设立在 湖南工业大学 陶瓷技术学校内的 国瓷研究所 已经形成了良好的产业链 右下五彩词的年产量 达到了一千万件左右 远消海外 而这些妙手生花的 陶瓷大师们 也是受益育人的专业老师 徐曼平告诉我们 如今研究所拥有 教育科研 以及创作人员一百余人 其中步伐 邓文科 朱湛平 黎建凯等国家级和省级的 工艺美术大师 在他们之中 有一部分人还拥有 另一个身份 就是教授陶瓷美术的 专业老师 上一期我们 我跟你们上课的时候也讲的 最容易学 但是也最难趋来 你要它让它有美感 那就是什么 鲜鸟与门的运用 学校有一千八百多个学生 学习陶瓷美术专业的孩子 就达到了三百人之多 这些学生很多都是 秉着对陶瓷工业的热爱 才选择了这个专业 他们的想法 比先锋记者想象中更加坚定 小木告诉记者 他学习陶瓷美术 已经有两年了 谈到徐曼斌等 艺术大师的授课情况 小木表示 在他们的指点之下 自己的专业本领 有了明显的进步 就是我们山水哥的话 他会抽出时间来 下来来指导我们 然后很多诸多不足的地方 他都会给我们细心的讲解 毫无保留的 他所懂的 所知道的 坎诚的 全部交给我们 徐曼斌说 作为湖南里林 右下五彩词的传承人之一 自己有责任和义务 将国词的魅力发扬光大 教会徒弟 饿死师父的想法 他从来都没有考虑过 教学生一直都是毫无保留 实用词的艺术化 和艺术词的实用化 使得右下五彩词 在经历了200多年的历史变迁后 依旧存活了下来 对于未来 徐曼斌充满了信心 浓于我们名抽文化根基的基础上面 更多地借鉴世界各个名抽 优秀的文化元素 让你的优秀物财词 真正走去国门 再次走去国门 得到世界人民的喜欢 今年的电影春节党啊 多部名导名爵的作品啊 同党竞争 让观众啊 过年走进电影院 有了更多的选择 2013年 舒奇和周星驰合作的 西游祥摩篇 创造了当时 中国电影票房的新纪录 多年后的今天啊 周星驰的西游服妖片啊 又一次选择在春节党上映 不过呢 这一次舒奇 并没有出现在演员阵容里 而是在另一部春节党的电影 《健忘村》中挑起了大梁 相信啊 春节期间 去电影院看过该片的观众啊 一定会为舒奇饰演的秋容点赞 我小时候最大的梦想就是 去山上 然后就自己种鸡种菜 养鸭养猪 就是想要过一些 反正就是世外桃源啊 于是隔绝的生活 用白羊座 我觉得我是那种 很喜欢比较清净大自然 但是现在要住在山上 都必须是豪宅 然后人很多 所以我就大小了这个念头了 人总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不如把它忘掉 你告诉我你的烦恼 我帮你忘掉 等一下 我在《健忘村》里头 演的是一个叫秋容的角色 基本上我在这电影里头 不算是演喜剧的 哪一个最主要的主轴 比较属于悲剧的角色 他其实常常是很纠结 跟很委屈的 所以他的双眼眼睛里头 一定都是挂着泪的 而他又要带着这个悲伤的情绪 去讲一些有喜感的话 跟两只猫玩一玩 我觉得现在这样子都很好 非常满足 没有什么好纠结的 要去解决面对 新的尝试就是把自己弄得比较稠一点 然后为了这个电影 我们就必须要增肥 当然像我比较胖一点 他觉得做一个春妇 必须要圆润一点这样子 所以就有吃胖一点 然后还有就是 其实我有黏了两条 像蜡笔小新的眉毛这样 但好像没有人发现 就那两条眉毛在我脸上 毫无违和感 也算特别奇妙的一件事情 因为我们还是在荒山影林牌嘛 找着一个村子 找一个三大块农地 然后把它搭建一个村子出来 很辛苦的 因为其实我们在拍戏的时候 刚好是遇上落山风的时间 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 那个风声就像九级的台风吧 你就一直听到就是那种风声 那个细缝的缝里头的那种声音 我在屋子里头拍的时候 头发是好好的 但一出屋外的时候 头发就是这样 而且是不会掉下来的 就跟人都是这样的 这个风是特别特别特别大的 然后我们刚好又遇到那种梅雨季节 都是泥 泥巴 然后有很多虫子 对 很恐怖 就嘴巴一张开的时候 那个虫子都会飞进去的 真的可以让人忘记烦恼 我还不想忘记 我其实忘一些该忘的 就是一些锁的事情 很容易就忘记了 就是突然之间 比如说我想要去厨房喝杯水 但当我走到厨房 我就忘了说 原来我是要来喝水的 就这种小事 但如果一些大事 就看过的都比较难忘 我是谁啊 我这样子甜贵 今天的内容是不是很丰富 很精彩 意犹未尽的感觉呢 现在千万不要走开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广告回来 继续收看精彩的节目吧 欢迎收看冷热酸甜想吃就吃 冷酸林冠名播出的娱乐极限风 大家好 我是燕维 节目的一开始呢 我们告诉大家 今天初期啊 又叫人日 也就是说一家人 今天一定要和和气气 不能吵架哦 大人呢 也多给小孩子一些机会 今天就不要批评他们了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不见不散咯 拜拜 拜拜